水箱里的水会自发往低处流 装上水表就可以记录流出的水量 通过水阀控制水油速度 使水表指针在一分钟时间内转一圈 也就得到了一个秒表 机械钟表组成结构与之类似 分为 存储能量 显示能量消耗量 控制能量消耗速度 三大部分 例如百周 其存储的能量为重锤的重力势能 通过急爪可带动齿轮转动 且冲能时不会影响到齿轮 重锤的下落距离 能量消耗量 可以与齿轮的转动圈数来表示 多个齿轮组合可以更精确显示首轮的转动圈数 例如首轮与第二轮的涅合尺数比是60比10 则首轮转一圈 第二轮转六圈 同理 第二轮与第三轮涅合尺数比为64比8 第二轮转六圈 第三轮转48圈 第三轮与第四轮涅合尺数比为60比8 第三轮转48圈 第四轮转360圈 即首轮转一圈 二三四轮分别转动6 48 360圈 其中第四轮和第二轮转动比为60比1 符合秒转和分针转动比 一小时内 分针转一圈 秒针转60圈 即如果控制第四轮每分钟转一圈 则第四轮上的指针为秒针 第二轮上的指针为分针 那么该如何控制第四轮的转动速度呢 这就运用到了单摆周期公式 单摆往复摆动一次所花费的时间 单摆周期 与摆动的幅度和摆球质量无关 例如荡纠纤 无论把人推得多高 或者上面坐着多胖的人 单摆周期都是一样的 但是单摆周期与摆线长度相关 摆线越长 周期越长 据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摆线长度 使单摆周期等于2秒 然后给摆动装置加上擒纵差 就可以控制擒纵轮每一单摆周期内转动一尺 也就是2秒转一尺 擒纵轮一圈30尺 也就是60秒转一圈 符合秒针要求 这里需注意到的是 摆动装置的动力 同样来源于重锤的重力势能 擒纵轮差的设计 不仅能控制齿轮转动速度 而且可以将齿轮转动力传递给摆动装置 现在我们得到了秒针和分针 通过给第二轮添加齿轮组 得到分针是1分之1转速的时针 一个摆中就诞生了 重锤重力势能的释放和摆锤摇摆 必须要求摆中锤直摆放才能有效运行 那么手表如何解决此限制呢 手表同样分为 存储 显示 控制 三大结构 存储的能量为发条的弹性势能 发条一端连接极轮 一端连接条和轮 极手轮 通过旋转上条柄 使发条发生弹性形变 由于极爪限制极轮顺时针旋转 发条的弹性是能迫使手轮逆时针旋转 这也就是手表的能量来源 和摆中一样通过控制末轮行纵轮的转速 得到秒针分针 控制结构里摆中运用了单摆周期公式 手表则是运用弹簧振子周期公式 即弹簧振子周期 只与振子的质量m和弹簧的进度系数k有关 游丝相当于弹簧 摆轮相当于振子 通过调整游丝加距的位置来调整游丝的有效长度 也就是调整弹簧的进度系数 得到预定的弹簧振子周期 再给摆动装置加上勤纵差 就可以得到预定的勤纵轮转速 游丝百轮的动力 同样来源于群纵轮差传递的齿轮转动力 同样通过给第二轮添加齿轮阻 得到时针 到此为止 你应该知道了钟表是如何运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